业内分析师表示 未来如果不解决人民币资产赚钱效应的问题 就很难扭转跌势 首先还是一个外部美联储的一个加息 引起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加息周期 实际上也引起了一个全球货币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 那么人民币在其中呢 也很自然的会随着这样一个变化的进行一个顺势的一个调整 同时民生证券研究员顾收组负责人李其林认为 目前人民币资产价格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估值偏高 然而同时资产回报率却并不强势 加上近期信用利差急剧收缩 也都加重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 此外央行或许在政策上也倾向于快速的释放风险 对政策来说的话 它肯定是快比慢要好 如果我政策上我通过中间价把它打得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我贬得很快的话 那你可能就来不及 就是说去换汇了 就是你等你还过来 这个人民币已经贬了很多了 你再换汇也不一定花得来了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大家对于美元认为它总体上还是会升值 然后眼下中国经济还在调整当中 考虑到其他的货币都已经贬值很多 而人民币其实才恰恰回调了一点点 所以在今年进入新年的第一天 很多人5万美元的额度恢复了 其实也会有一些购汇的行动 我本来说 小